這個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當然我每次上課的影片會放在教學論壇裡面 當然如果你有加進來的話 理論上會在你的Gmail帳號裡面會看到這封信件 每一次上課因為其實分量還蠻多的 所以我把它分拆成七段 所以上個禮拜大概重點會是這一些 當然我是建議你如果哪個部分比較不熟的部分 回去一定要再花時間 尤其是上個禮拜又比上上禮拜更難 因為上上禮拜的其實只是滑鼠鍵盤做一做 那基本上大家都應該跟得上 可是程式要怎麼樣把你做的那個動作變成程式 那這個當然就會有蠻多地方要特別特別小心的 因為你要把你的動作變成一連串的程式的話 當然如果你還不會寫VBA 通常會藉由錄製聚集可以過渡到VBA 因為錄製聚集的話它有個好處 它會自己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那你只需要做的就是說 你要錄製之前最好彩排一下 那個動作你要是按照那個步驟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你要知道你錄了哪些程式 最好是加上註解 那這些事情如果你沒做的話 你之後回頭再看你的劇集會看不懂 有沒有像上個禮拜 有沒有印象我們有錄了幾段像那個RUN出來 比如說我們有做了幾個動作 包含就是那個住宅切到資料的下載 有沒有像這個程式裡面 那這個程式裡面的話其實 它主要可以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我放在雲端上面的這一段 這一段程式實際上是一個範本 那主要是改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你改這個在雲端上有 第一個就是改它的那個TEST分號 後面的這個這個網址有沒有 重點 包含就是說我們下載資料嘛 那下載資料雲端上有一段就是範本 那主要改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改那個下載那個網址 那個網址可能要找一下就是開放資料上面 那記得它好像台北政府的資料有部分 這個連結好像是有一些防止你下 所以我記得我把它改成下面的那個CSV 你們可以看一下影片 第二個的話就是編碼方式 如果它是Big 5你就用950 如果UT8就是65001 不過就大概主要這兩種為主 改了之後資料就下載下來 那可是下載下來之後呢 其實我們又做了三個動作 三件事啦 就是第一個插入年 然後把這個年的資料給產生 第二個產生區 第三個產生入街道 有沒有 1、2、3嘛 然後再分別把這些底下的資料顯示出來 OK 那你就方便了 不然如果假設你每次都要重新下載 用人工的方式下載 然後又要重新又把你需要的欄加上去 然後又把公式輸入 其實當然事情也不算太多 可是如果每次都在做一次 其實也浪費時間 那所以上個星期的話 我們主要是什麼 先把資料下載 我這邊設個中段點 然後再插入剛剛的那三 所以資料先清掉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把資料下載下來 資料就有了 然後我在底下 有增加一個SUB 這個SUB名稱叫插入欄 就剛剛那個 應該叫插入三欄 有沒有 那其實我們是用錄製去期的 那這個是錄下來的 不過你會發現錄下來之後 我有改一些東西 比如這兩行我後來改成一行 有沒有 像什麼 哪一個column.slate 它產生一個slate 其實這兩行就實際上 這兩行有沒有 後來我有改成這一行 有沒有 它是點slate 然後產生一個slation 其實這兩個動作 其實可以合在一起 所以點一設就可以了 OK 然後底下的話 上個禮拜就是有講 怎麼樣可以把錄矩的方式 再改成 改成什麼 比較精簡的寫法 所以這一段的話 等於是我們改完了 比如說上面先錄 錄完之後把它改成比較精簡的 那至於怎麼精簡 因為上個禮拜有講過 細節的部分 你如果假設忘了差不多 你回去再看 因為這有些地方重複 我就不贅述了 包含就是說 剛剛看到啦 其實滿常見就是這個啦 有沒有 它產生一個slate 然後有一個selection 實際上 像我的習慣 我就把它兩個做成一個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點音色就好了 什麼叫點音色 其實就是什麼 直接在你指定的欄 比如說我想要在這一個 的右邊插入一欄 其實就寫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就call插入欄 然後我就先insert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會在哪裡呢 它會在這個低欄的地方 insert一欄 有沒有發現這邊就有一個空白 所以以後如果你想要在哪邊插入一個空白欄的話 其實滿好記的 只要呼叫那個叫做colors 物件 顧名實際 colors 物件實際上就是藍物件 那同理可證 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插入列呢 跟各位講 另外有一個列物件叫做raw row 而且要加s 因為列不只一個 有沒有 那哪一列 比如說你想要在第二列的插入 你就輸入二就可以了 然後點音色就可以 那你說老師 如果我要刪除怎麼辦 很簡單嘛 把音色改什麼 改delete就好了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操作 我覺得還滿直覺的 那你只要懂得這樣 以後呢 你甚至不用錄字啦 自己寫就ok了 然後 我們把這個上面加一個黏 有沒有 所以這個黏 黏的欄位名稱 它這個黏這個字就放在這裡了 然後再輸入公式到這裡 再向下填滿 有沒有 然後再插入一個區 所以區的話呢 一樣 在這邊 區在這邊 有沒有 然後呢 把它拉過來一點好了 我是建議你們將來再run這個 VBA的話 盡量把那個視窗縮小 然後浮在上面 有沒有 再把這個公式丟到這裡來 然後再向下填滿 然後再來就是入階道 所以在H1 H1可能比較過來一點 有沒有在這裡 然後H1一樣輸入公式 就上個禮拜講那個公式 然後再向下填滿 那因為欄寬太寬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又用了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呢 就是針對那個欄寬做設定 那個屬性叫做Column Width 給它一個數字 有沒有 欄寬就變了 OK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個地方 讓資金它 那哪幾藍 G到 冒號就到了 G到H藍 然後我希望它藍寬變成10 那至於多少是10 其實你可以 自己這樣拉一下就知道了 有沒有 它寬這邊會顯示出來 有沒有 上面就10 10大概就這麼寬 那你就是 假如你要套用上去的話 那就寫這樣 藍寬 然後G跟H呢 它就變成兩個都是10的寬度了 OK 那你可能同理可證 你說老師呢 以後列高我可不可以 一樣嘛 我剛剛有提到嘛 你就是相反 其實有些地方是類似的 把Column 改成Row就可以了 然後 那Row的話呢 它就不是Quiz 它不是寬 它是高 高的話是Height 所以你就找一個 屬性叫 Row Row Height 應該是差不多 有些其實它屬性 都是有一定的邏輯性的 所以你只要抓到這個邏輯 有些就可以推敲的出來 所以有些程式 我也是用這樣推敲的方式 所以 你假如不會的話 你稍微看一下 OK 那至於你說老師 那這個Column 10 或Row 10 有多少屬性 我怎麼會知道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當你不要輸入任何資料 你只要打那個 物件名稱之後 點一下 它就會出現 這個物件裡面包含的它的屬性 比如說剛剛那個Column 其實Column with 你就可以這樣 CO有沒有 你打它會自己提示 所以你大概記一下 像我都記一個 開頭就可以了 Column with 就有了 那你再把後面補上去 這絕對不會打錯 也不用背 因為有些東西其實裡面都有提示了 像那個Row Heights也是一樣 可以類似同樣的方式 這樣上個禮拜 所以是把資料下載完之後 然後再插入欄 插入欄就插入剛剛那三欄 就是這個黏 黏這一欄 然後區跟路接道 那這三欄要做什麼了 因為我們後面要做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OK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是 再來後面是做這個 其實說統計一下 到底歷年來呢 這個104年到111年呢 到底它的那個 就是什麼 數量是多少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叫什麼 拖拉的方式 年拖拉到這個列 再把年拖拉到值 有沒有 然後再顯示這個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變成VBA 就是變成程式 也就是如果你假設每次都要再做一次的話 很浪費時間 那你希望呢 可以把它變成程式 還記得我們上禮拜有錄製 把它錄下來 所以最後其實是有講到 錄下來應該是這個 我給它一個名稱叫樞紐表 那一樣哦 樞紐表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錄下來 不過 錄的過程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我來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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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那所以哦 錄下來大概這些 有些哪些地方刪掉 上禮拜有講到 所以請各位 假設你不太熟悉這些東西 因為說真的 樞紐分析表 要把它變VBA 哇 真的還蠻困難的 因為它其實有點複雜 而且還有一個地方非常非常重要 我上禮拜有特別提到有沒有 就是你錄的時候哦 你一定要怎麼樣 就是錄製那個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你可能要特別注意 就是我們之前是把年先拖到列有沒有 然後再拖到值 可是哦 如果你錄製聚集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個 這應該算是它裡面的一個 Bug還是怎麼樣 它就是會需要先拖到值 再拖到列 不然的話 你假如你一個順序顛倒了 你錄出來的程式就會發生問題 OK 那所以哦 這個地方 那當然我們上次已經把它錄了之後 如果要讓它執行的話 像上個禮拜這一段程式嘛 如果我已經錄完了 那我大概要run它的話 你就直接可以執行 但我建議啦 尤其像這種程式比較多的 我都建議你用什麼 用偵錯裡面的F8 像我剛剛不是都F8 一直按一按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才會比較知道說 到底哪邊可能會出錯 如果出錯的話 你可以先停下來 停止的話是這個 OK 比如說上個禮拜的哦 第一個它是sheets.add 新增工作表 那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是跨工作表的這種錄製 可能要特別小心就是說 如果你是跨工作表的話 那你可能要告訴他說 到底是哪一個工作表 不能像你原來的單一工作表 變成你要多一個工作表 你等一下看哦 比如說哪裡 你看哦 我們現在郵標是在這個叫資料 我這邊是改名的哦 我把它改成叫資料 那如果說我今天哦 我假設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F8 這邊有一個sheets.add對不對哦 那你會發現哦 它會增加一個工作表 名稱叫工作表2 所以呢 假如你之後會要取這邊的資料的話 你還必須要跟它多講說 哦我的資料是在哪一個工作表哦 不是現在工作表哦 不然的話它可能會找不到 那其中的話你會發現那錄下來哦 這邊就是會有一個什麼 資料驚嘆號有沒有 那這個指的是什麼 指的我的資料就在這邊啊 但如果你假設把這個拿掉的話哦 資料驚嘆號如果拿掉哦 它就會以為你現在的工作表 那你現在工作表上面有沒有資料 沒資料嘛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跨工作表哦哦 的問題 那我們一樣哦 就是把上個禮拜的東西加進來嘛 然後我是先拖拉到值 再拖拉到列 這樣才OK 先拖拉到值 有沒有 然後再拖拉到列 然後隱藏什麼 隱藏102跟103 還有112年這個哦 OK 然後這樣的話 得到就是我們最後的 樞紐分析表啦 上個禮拜先到這邊 那可能有同學會問到幾個問題 我覺得蠻好的哦 你會發現底下這邊有WITH WITH&WITH 這邊有WITH到ENDWITH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這個地方沒有WITH到ENDWITH 那其實WITH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少寫一點東西 因為為什麼 因為WITH後面就是它的開頭 有沒有 所以底下如果有點的話 表示說 哦 這個點其實前面應該要接這個 在前面 可是因為我不想要多寫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直接WITH 意思說底下只要開頭是點的話 它的頭都是長這樣 所以呢 如果假設哦 你底下會用到很多 像這個是兩個啦 那你可以用WITH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好像占不到便宜 因為才兩個 上面只有一個 所以一個的話你用WITH 那簡直是多浪費 因為你WITH寫上去 那反而沒有占到什麼便宜 OK哦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了解 那請各位先把上個星期那個樞紐表部分 稍微複習一下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如果各位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再講一下 那再來就是要把樞紐圖畫出來 所以如果這個畫出來之後 下一步我們就是要畫那個圖出來 OK 好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把那個 你們先把那個上個星期的部分 也許先簡單做一個複習 等一下 我往這邊 退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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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